今天12岁的苏瑞!克鲁斯还是当年那个最气质的小公主! 还记得汤姆?克鲁斯家的小CV吗?就是那个好莱坞曾经的最美小公主,新二代门娃街派中绝对罢瓶的存在,苏瑞!克鲁斯! 美国时间的今天,这枚小白羊正式迈入了12岁曾经的阿汤嫂凯蒂!霍尔姆斯终于发了一照女儿的新照! 风水轮流转,个领风骚两三年! 明星网红都不例外,何况蹭蹭蹿个儿模样十八遍的小朋友呢? 如果你这记得被加小七能门的人死去活来,必须看看十年前的苏瑞! 伴随即登上名利场杂志封面,福布斯世界十大最有影响力明星宝宝之首人物杂志票选的2007年度最佳着装明星宝宝,有着号称ABC的重磅一出阿尔蒙尼、Burberry和Kristian,Labartin打头的高奢品牌! 自带先妻儿的眉眼,再加上爹妈风头正进的光环加持,从初生起,苏瑞就成了无数镜头的宠儿,就像她的希伯来文名子CV一样,绝对吸睛的小公主一眉! 然而2012年7月,凯蒂突然发布声明,表示一遇汤姆,克鲁斯协议离婚6年的婚姻夹然而指,曾经梦幻幸福的高颜值一家三口,就刺裂成两半! 在传闻里跟山星号打击举IOO越角越深的阿汤哥,继续低调做派的凯蒂,开始对着勾在镜头各种躲各种埋头的苏瑞都慢慢淡出了人们视线! 就这样,小苏瑞在关注的真空旗里默默长大,及偶尔被射入镜头,依然是惊鸿一瞥的美! 但是就像你可能知道的,去年开始,再次被镜头追踪到的苏瑞,突然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叫人不敢相认! 直白点而说,肠残了! 像一朵被助然抽去水分的花苞,透着几分粗力的干瘪! 就为了这个巨大的落差,时隔五年,苏瑞终于再一次回归娱乐头条! 无数众人看到的瓜众都在问,小天使一般的灵气呢?为什么露得涓滴不胜? 尽管一路追随的死忠粉出来苦口婆心,只是牙齿的问题,只是角度的问题,只是很多小女孩在TN一局前期都有的也小则时期! 但是,我们只是瓜重啊,有反差大呼小叫一下就可以了! 其实,苏瑞从小都不是小鹿沿沛开沛可占掉半张脸的长相,无论轮口怎么微妙地改换角度,五官的底子并没有变! 底子再缺的不就是一点气质加成吗?OK,大家喜欢的公主范儿来了! 今年1月,凯蒂终于难得地在Instagram上发了一次女儿的正脸照,平时动态只有几百上千点赞的账号,一下子收割了万几点赞,一堆人在下面留言,简直不敢相信她长得这么快,完全是一位美丽的羊来地了! 大约是当年被拍的太多,在公众的舌尖上滚了太久,独自抚养女儿的凯蒂真的很少很少很少会发女儿的照片,所以就算发,画风基本都是这样的! 也是一个妈妈对女儿的保护法,尽可能的正常和隐私! 不过,经过好几年的缓冲,这对低调到近乎透明的母女,终于都有了一点不一样的苗头! 比如去年年底,凯蒂第一次带苏瑞亮相公众活动,现身打苹果的iHeartRadio演唱会! 作为串场嘉宾,苏瑞还拿起麦克风,作为美美出场的小小播报员,开心地大喊Taylor Swift! 再比如,单身多年的凯蒂,终于有了展开新恋情的可能一堆格莱美提名的奥斯卡影帝解谜!福克斯! 尽管只被拍到一次牵手漫步马里布海滩的画面,但今年开始认真对待这段关系的八卦越来越多,按内微的说法,他们彼此约定不在任何公众场合谈论彼此以及彼此的关系! 不管是真实假,空窗这么久的凯蒂,也该多关注下自己了! 毕竟宝贝女儿苏瑞都长这么大了,即将亲手开启自己的精彩! 12岁生日快乐!